第二關,選擇第三場 星期五第三場 這些就是竹總盃 竹總盃,說真話,就亂了 什麼組別對碰都有 你說爆冷隱藏 老實說,也有的 竹總盃有時都爆破爛 不過你講熱刺,我覺得他應該贏 事實上,級別上確實差很遠 這場球我都會選擇讓球 即是客隊勝 讓球半、兩球 你說是不是深? 嚴格來說是不深的 你贏兩顆才贏一半,是很低賠率的 不過我希望他大勝 你選擇這格的話,就比較薄一點 一定要三球以上 不過說真的 你說他贏得的,真的不像也不出奇 這些球大炒到五比零、六比零 我覺得也有條件 不過,你說是否這麼順利 表面上,數據來說 這隊球在越早 要記住大家 甲組都差很遠 何況越早 越早,主場失球很少 也很少敗仗 但畢竟說,我覺得這些對手 跟業餘球隊沒什麼分別 完全是不同級數的 你預計了這場球 熱刺也是派一些副選下來打 但是派一些副選下來打 你正選的人都有一半以上 我相信 最多是輪換 你講熱刺,其實他也是著火 大家都看到 在英超對著強隊都可以入球 你沒理由說 對著一隊 例如級別低三級的聯賽 會贏不到球 或者贏不到球 所以來說 今場球 低水一點 低水一點 贏了三球 都是七五水 但是我覺得 贏球就合理 所以 這些球我反而熱刺 我不會想怎樣爆爛 你贏了一顆 我覺得他也未必做得到 這麼低狀 所以讓球客隊勝 今場球就不想太多 好,就作為第二關的選擇